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9日 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 跟大家讲讲时事 一片欢呼声下 全港被奥运的气氛笼罩着 尤其是张家朗奪金之后 何思培也在游泳创了佳职 拿了个银牌 还有明天 何思培有可能会再奪牌 大家为他加油 不过偏偏有些人 喜欢在人家庆祝时 整天搞起小动作 我想大家有看片 都会见到 其实很多商场 在直播加朗班长拿牌的时候 大会就播了奏起了中国国歌的时候 竟然有人喝国歌 仍然是有些人死心不息 要继续煽动 但是这几天 有几间大学宣布了会推行国安教育 黑暴之后 香港其实已经慢慢回复平静了 但是在远对抗上 香港又怎样可以制止到港独呢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讨论这方面的事 除了黑暴歌歌之外 其实也有人最近在加朗拿奏的画面里面 配上了港独的歌曲 其实就是黑暴和黑衣人 常常唱那首 《怨荣光归香港》这首 整天做完这些小动作 真是很不明白 其实国歌法在2019年黑暴之前 搞事有已经不停地煽动 仇宗的情绪 大家可能还会记得 在足球比赛的时候 港队出战的时候 独有本土派 整天都带头哼国歌 在2015至2019年4年里面 更加就累到香港足球 被警告了8次 罚款都近乎有50万的了 最终也促成了国歌法的定立 最终在2020年的6月12号生效了 大家就不要觉得 你去一个商场里面 就是一班人几百人 有一些声音 即是在听国歌未必拍到你 根据国歌法第七条 任何人如果意图侮辱国歌 或者公开或者是故意 删改国歌歌词 或者国歌的曲谱 或者以扭曲 或者贬选的方式 去奏唱国歌 已经是犯法的了 此外如果任何人 公开或者故意 以任何的方式 去侮辱国歌 都是同样属于犯法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觉得 如果你可以在商场里 去侮辱国歌 就不会触犯法律了 我要一提的就是 任何人如果干犯了 刚才那条所定的罪行 一经定罪就可以最高罚五万元 和监禁三年 要一提了 其实这条国歌法 执法部门 亦可以可于警务署署长 如果他发现或者知道 有关罪行的一年内 或者干犯该罪行的两年内 展开法律的程序 国歌法是2020年6月12日生效的 很简单 就是说简单来说 如果你生后了 你今年 即是你今次 有份在APM上听过歌那些 其实你都被人查到 定罪 你是有机会被人定罪的 所以真的不要以身示范 刚才我们一开始 就有港独 我们应该怎样去应付 这些远对抗 港独的讯息的问题 其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其实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有提到 他说港独思想 就开始透过媒体 文化艺术等 去远对抗的方式渗透 他就说到明 就说局方一定会严厉去打击 大家应该都会记得 早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 有五位成员被人抓了 就是因为他们出版了 羊村系列的繪本 就是给幼稚园的小朋友看的 大家应该都记得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 其实对教育方面 其实当局已经开始 很着手去看了 我们可以留意到 其实国歌法第九条 另外是有定名 教育局长是需要将 国歌纳入小学教育 和中学的教育 发出指引 他说需要令学生学习 歌唱国歌和教育 学生国歌的历史 以及他的精神 和奏唱国歌的礼业 其实大家都可以见到 那条法例里面 已经是规定了 小学和中学 在国歌法里面 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大家都一定会想到 就是说其实最大重灾 始终都是香港的大学 那其实这个情况 大家都会知道 大学一直都是一片的 烟烟瘴气 其实最近分别有三间大学 针大理大和领大 都分别说了 就是说会推出国安教育 尤其就是理大 他就说到明 他会将国安教育 就设定为一年级 本科生的必修课题 我觉得做得很好 但是至今只有理大 但是大家就会留意到 有针大和领大呢 是不是就这样 好像是做了那样东西 好像有就算呢 因为针大的不计学分 还有现在有的学生 是不用修读呢 这样就是不是可以过到关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说其实在大学里面 如果是重灾区 其实你是应该给多些自由他 还是应该要规管他多些呢 就是这个是大家很值得 我们需要去检讨一下 除了推出国安教育之外 其实各大院校 就是早前 因为港大的学生评议会 就是他们做出了些 去悼念这个孤狼的事件之后 那港大就立刻割席了 就已经是不再承认 这个港大学生会评议会 有六间的大学 成大 中大 港大 理大 领大 以及浸大就宣布会停止 为学生会收学生会的会费 其实还有三间是未做的 其实我们会见到 你给予学生会太大的权力 其实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在这么非常的时期 其实可能真的应该 全部东西去收紧它 我们期待 希望大家各大的院校 大家做的事应该都是一致 无论在承认学生会的存在价值 帮不帮他们收学生会的会费之外 去到去推行国安教育 大家应该都是 这么多间大学 应该都是同一步伐去做 才可以在我们大学里面 控制得到 究竟港独是否不要再去散播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讲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